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方言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曹云青 前两天曹云青微博发布说自己离婚了 和平协议离婚 表现的是非常的淡定 他在什么时候离婚呢 他在他媳妇生了孩子 孩子满一岁多一点宣布离婚 很多人说这个事怎么看 有人挺他 有人骂他 作为一个奶爸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觉得我有必要对这事说两句 说什么呢 就是曹云青不是人 这个人就是说白了 我是铁杆的钢丝 从当初他跟郭德纲闹矛盾开始 我就知道 这个人老后有反骨 你看他这个脸长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小混混脸 不可信任 为什么他在吐槽大会说 我没有师父 丧尽天良 咱说实在的 说点提外话 你们看这个很多人骂郭德纲 是不是 我是从郭德纲 这个 就是开始说像是有名 起来以后 我就听他像是 咱们坦白的说 郭德纲像是俗不俗 俗 但是呢 之前可不可乐 可乐 那人说了 相声你带来乐趣就完了 对吧 你纠结那么多干嘛 那么我们看这个郭德纲一路走来 咱不管是李京 何云伟 曹云青 包括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的名我都忘了 都记不住的 这么人 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说白了 这个老郭 他作为这个台柱子 你们跟着人家吃饭 人家分的多 你分的少 又怎么了 就为这点钱的事 你们说这些 咱就说李京 李京何云伟 那不是那会儿郭德纲天天说 李京他妹妹好家伙 太刺激了 对不对 你没有这段子 谁知道他是谁 你说后来他们上春晚戳的 那叫相声吗 他们说那玩意 我比如说 他没跟我说 困了 曹云青也是一样 曹云青有才华 他这个贫嘴这个劲 别说真实话 说相声的好材料 可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感恩 这话题就说到这了 不知道感恩 我跟你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将来不管是 你们是结婚也好 你们是嫁人也好 不管怎么样 切记切记 不要找这个 不知道感恩的人 今天呢 我们就来数一数 就是说渣男 就是如何避免啊 就有几大特点 我们来数一数 第一 说刚才来说 就是不知道感恩 这没有谁呢 是天生应该对谁好 你不知道感恩 你总觉得你应该 是吧 你应该躺在月亮上过 你们家就应该这个门口有高速 不是 你们家应该院里有高速公路 对不对 从厨房到厕所20分钟 那是你想的 你真能过成那样吗 对不对 你配过成那样吗 所以说 我也作为我来说啊 作为方钻 钻头自己 我也想过我住洋房 我住热大住那的 可是现实吗 所以说 他只是干自己的基础事业 他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上天给你什么 你就先拿着 这是你当前该得的 别总是不满 别人还住那个呢 别人还那个呢 哪个呀 所以说不知道感恩的人 别人为你付出多少 你都觉得是应得的 别人为你付出多少 你都觉得自己配得的 其实呢 那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人家为你多做 不是因为你好 你配得 那是因为人家爱你 对吧 你就说这个唐婉 唐婉人家在女 你一个女演员 女人啊 事业上升期就那么几年 年轻漂亮就那么几年 人家在事业上升期 嫁给你 还给你生孩子 还为了这个婚后啊 放弃事业 全心投入家庭 你知道这个女人 现在这种女人多难得 现在女权主义抬头 这好多女的在家里 婚后不管孩子的 很多女人不管孩子 不愿意带孩子 天天就去忙着实现自我价值 所以这种女人很难得 这种女人 然后你离婚 你觉得说 对 还有一个说什么 说在婚后中 女方一直是男方挣钱 女方没有挣钱 那不废话吗 对不对 人家都辞职了 人家回家带孩子 人家哪来的收入 给你变钱去 这些都是屁话 所以说第一点就像曹军这样 曹军这样的 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感恩的人 千万别找 第二点呢 就是像曹军这样 嘴特利索 就逗姑娘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你学 学不像 就是那个劲你知道吗 你们看过老友记吗 老友记的那个 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挺帅的小伙 Joy How you doing 就那劲你知道吗 你看我这表情 你看我表情 就是那个劲 那时候睡了吗 吃了吗 早上出去玩去 你今儿怎么开心 你知道吗 这个渐渐的表情 我可能不够贱 我学不像 我就这意思 就这种女人呢 就特别容易 这种男人 这种男人不好意思 这种男人特别容易 逗女生开心 因为你知道 女人她是感性的动物 女人的生活中 比如说尤其是上班以后 生活趋于瓶颈 每天上班 就是对着电脑工作 就是处理这点事 其实生活很乏味 女人啊 她喜欢这种变动 所以有句话说好吗 说男不坏 女不爱 这女人很喜欢 在生命中的 这一帮瓶水中呢 有一个石头子 啪一扔 给人家激起一些浪花 激起一些水花 激起一些涟漪 对于这个涟漪本身好坏 是这个水花 到底是刺她一脸 还是怎么着 她不管 她只觉得 她在她平淡生活中 有了波澜 她对这个波澜就感兴趣 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 就是在一年的 男女朋友相恋当中 你可以365天 大部分时间 不给她买礼物 但是你只要在她生日 情人节 七夕 还有什么 圣诞节这几天 给她买礼物 给她哄好了 这个女人就会觉得 你一年对她都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你一年 每天对她无微不至 但是在这几天 没有给她准备好礼物 没有给她哄好的话 她就觉得 你一年对她都不好 所以不要怪女人 女人就是这样的 感觉的生物 虽然这个不对 有一些强势的 有一些就是比较优秀的女人 她会跳出这个区间 她会更理性的 看待这个问题 这种女人是好的 是very nice 非常棒 但是很少 我们生物 大部分遇到的女人 都是这样感性的生物 那么感性突破到理性 你不能指望她 一蹴而就 她肯定是一个 慢慢的一个过程 慢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 而且并且非常要珍惜 我们身边这样的女人 所以说 这样的女人 她就特别容易 被这个涟漪所吸引 所以就像曹云鸡这样的 嘴特溜 特碎 然后又特能斗姑娘 开心的 其实是非常容易 获得这个女人的芳心的 所以这个唐婉也是可惜 就是脑子 脑子挖卡了 结果结婚了 牺牲了 她的牺牲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说 唐婉那个 说到了曹云鸡给她500万 500万就能买了一个人的感情吗 500万就能让一个女人 这一辈子就幸福吗 说实在的 500万要我说都少了 对于这样一个 这一生当中 她可能都很难再去相信 男人的这样一个女人 她总有留着这么个刺的 这个女人 赔多少 我觉得都不过分 因为曹云鸡确实实在 说实在的 这事做的太过分 这是第二点 就是这种嘴特碎的 特别油香滑掉的 一定要小心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 想要闪婚的 有闪婚倾向的男人 要小心 有闪婚倾向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个狼可以把尾巴夹起来 但是他夹不久 也就是说 这些渣男呢 他们想装成好男人呢 能装 尤其是演员 更能装 但是想装好 不容易 成本太高 像这个 在婚姻过程当中 在恋爱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方 就是属于那种 快速的闪婚 就闪婚倾向 非常倾向 就总是说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怎么怎么样吧 首先 我跟大家说 第一点 首先 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 不成熟的表现 因为一个男人 你要做事情 说实在 结婚 哪那么容易 结婚是 两个家庭的事情 不是说 一男一女 在一起 就能再结婚了 对不对 而是说 你要考虑整个 双方家庭 能不能处得来 双方的将来 结婚以后 在哪住 然后从事工作 要没有工作的调动 事业如何发展 家庭内部 这个职责如何来划分 很多很多问题 不是说 你爱我 我爱你 两个在一起了 这样的男人 我跟你讲 如果他只考虑说 我爱你 你爱我 就决定跟这个女人 结婚 那么这个男人 要么第一 他不成熟 非常幼稚 要么呢 就是他没有真心 想跟你在一起 只是玩玩 所以一个成熟的 正常的男人 他是不会不考虑 这些问题的 所以说 第二点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长了呀 他装不装不住 装不住 装不住 很多生活中 很多的这个问题 就暴露出来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 耶稣 耶稣 主耶稣亲口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所以你们个人 按照个人 他们所结的果子 就把这些人分别出来 主耶稣是这个意思 原话我忘了 原话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可以去圣经去查 这就是说 有点像绕口粒 但是人说的是非常事的 就是一个人 他心里存的是什么 他心里是什么样的 你不能挖开看 但是你可以借助他的行为 把他展现出来 你可以借助他的这个 做的事 把他看出来 而这个过程呢 需要时间 短短的闪婚 虽然可能很激情 可能很浪漫 但是你不够时间 看清楚这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 都一样 这个男女双方都实用 所以说呢 就是你们在交往当中 一定要借记 一个字 脱 不是让你脱衣服的脱 是脱着的脱 能脱撒月就不一个月 能脱半年就不撒月 尽量往长了啦 当然也不能太长 你脱十年就过分了 对吧 你就是说 至少得有一年到两年时间 观察 每天大家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让这个激情 让这个第一印象 让他慢慢的淡去 慢慢的淡去 你慢慢才能看到 这个人本质 而如果这个过程没问题 你就可以考虑 这个人适合结婚了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老套 但是呢 非常管用 所以说呢 就是什么 套路不怕老 管用就好 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 就跟我反馈过这个问题 他就说 你之前给我出了主意 特别好 我拖拖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他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他在外面还有人 或怎么样 所以就避免了一段 这个糟糕的恋情 乃至于避免了一段糟糕的婚姻 所以说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要切记 今天我说的这三点 给大家重复一下 第一点就是说 不知道感恩的人 不要碰 第二呢 就是这种嘴碎 特别能逗 开心 有点坏坏 这种 要警惕 我不是说这样的人都是坏人啊 但是这种人呢 要警惕 心里要留根弦 第三点呢 就是 有闪婚倾向的 想要快速结婚的这种 要么是不成熟 要么 就是没想认真 所以希望呢 也能帮助到 大家 最后呢 也是希望 好人一生平安吧 希望这个女士们 这些姐妹们 你们都能够去说 珍重 也重视 也对自己负责任 谨慎自己的婚姻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